连日来的大雨终于停歇 这起梅雨封面也成为囤区许多抽水站初次的考验 为在乌日武光路侧边的树王皮大牌 在好雨期间所谓逼近危险范围 地方质疑下游抽水站设计不良 疏通的速度过于缓慢 它的警戒线是在黄线这里 但是我们的抽水站还是比原来我们受灾乎的警戒线更低 所以这次的抽水站在这次的豪大雨 根本都没有发挥到功能 第一个它的入水口太小了也太高了 我希望它能降低它的入水口 还有加宽它的宽度 让水流量在快速的时间内 瞬间到这个抽水站让它抽水 民众拿出照片表示 当时大雨一来不到五分钟水位就已经快速暴涨 下游的树王皮抽水站虽然有进水闸门将洪水分流 不过却因为孔洞太小分流速度实在相当有限 因此地方需要水利局可以把进水孔加大加宽 增加分洪效率 大概五分钟以来就中到这个已经涨到我们的路面了 那等于说树王杯的抽水站那边发挥不了功能 是因为那边还有个闸门 也是预防说下大雨或好雨来的时候 大理西的水会倒灌 所以闸门一放下来这边水又出不去 没有办法让抽水站抽过去 所以就是造成这里面在淹水 所以这个部分他们非常困扰 所以说这部份特别的请水利局这边 也要来相关团队大家来探讨一下 水利局表示 地方的建议全部都会加以记录连拟对策 不过到底要把进水孔增加到多大 也要考虑到抽水速度 以及蓄涌池的容积 才能够进行后续改善 记着我们家后续改善